还是发育吧 发育到后期出个军功棒 好好出 好好带出硬魔神 这两个人走一多 吸血吸死了 那我赶紧走 我不理这关羽 你要死死是吧 好 先把魔神带出来 带大血 其实现在我们几个人想杀 真的是想做这五彩太难杀了 想都不用想 根本杀不了 有这五彩越卡了开始 有没有这么浪 先开个异技能支援过来 刚砍了一半血 嘲讽一下这个女神 给Q 开始开大 冰杖 天哪 赶紧走 还没过去 太难了 队友们完全给不上我一点支援 小龙女打这旅途 够枪打得过 三段K 我能不能呼上 没打上 现在有机会 企鹅来了 这个千想不到万想不到 被一个五彩打穿了 确实也是完全没有办法 龙女打完死了 然后金五脸上就肯定是要死的 好了 那看来这把不出一败 要以失败告终了 我这边也是尽力了 也没有办法 这个 这关于QW的连不上 打不动 这还想着去杀这五彩 根本打不动 我也是 我也是看这五彩 我也够偷的 好 那我现在找这五彩 麻烦看能不能做到这五彩 先一个W过来 他没蓝了 JJ JJ 给Q 好的 杀了这个五彩 那我现在去找这女神 人家开E 那你要打我就打我吧 先给粘上 粘上估计是不出以外走不掉 早晚死的事情 好在是把下落冰岩给保下来了 也不容易 比较难 但是翻盘也并不是没有可能 看看我们家小龙女的发育 和杨检开大的时候 大开的好 其实我这边还是能扛住 扛住一段时间伤害的 如果说最后本人轮一个 剩下的这个五彩的话 其实也并不特别难杀 那我们看吕波什么装备 吕波是个双剑 可以打 Q 好给一个超讽 慢慢追 看看能不能 这个打出一个机会来 因为现在这个让这个 五彩欺负的确实有些惨 然后五彩带出个吸血 一个奥法 那这时候已经非常高的一批伤害了 这个让他刺激一下 完全神都受不了 他几乎挂机了 不懂为什么 老男 然后现在 这边先不出金箍棒 金箍棒确实出不出来了 如果要一直憋着金箍棒的话 这边先选择出一个破甲了 那什么意思 排名第六的张飞 没有第一的不厉害 他在跟我说三国吗 好吧 小学生 好这又来了 惹不起 走 这完全惹不起这个五彩 现在 哎呦 这五彩现在完全处于 打不动的状态了 我现在欺负欺负别人还行 但你让我欺负这五彩 我现在却是惹不起他 又肉 输出还高 这个 谁能脉搏 亚里娜还有冰 算了 拼了 不管了 不管了 就粘住我了 哎 走不掉 不行 那这把看来是输了 小龙女也不打团 确实是没办法 扛不住啊 我们三个人怎么打得过对面五个呢 好那还是老脾气老性格啊 那输了怎么可以忍对吧 那就要从二连发变成三连发了 对吧 月时一直是这个脾气 大家也都懂 这把其实也不能完全赖队友 我有原因啊 也是之前一直想着 几乎还在 几乎还在 这个前期浪浪没关系 然后也是之前很多地方 有机会开大也没有开大 然后也是造就了这个结果吧 这个也不能完全全赖队友 自己也有不可退泄的责任 男人这个东西嘛 我觉得是该有担当 还有担当呢 也没有必要大家玩游戏的时候 去喷地的队友们啊 这个完全没有必要 好刚说完 这个小龙女甩给我一句话 渣 好吧 那这个 不能让名声毁鱼蛋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进入这个第三把 好的 那也是欢迎大家回到第三把 那皮肤也是不用那个蓝皮肤啊 给大家换成一个传统的红皮肤 那这把也是问队友们要了个小龙丹 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给我 也是现在给大家打一个 这个 后期的张飞的这么一个素材吧 给大家看一看 至少再看看 至少大家看看我之前吹过的牛逼 会不会实现 对不对 那很多人都知道我习惯插这么个眼味 那也是很多人知道 这么一插眼 有人认出来是月时了 但是用的不是自己的号 好吧 用的是我一个朋友的号 那说一下这个挂机刘正的爱 那这位朋友也是我很早就认识的一个朋友了 关系很好 怎么说呢 也是一直从我录视频就一直认识我 一直陪伴我到现在了 这里也对 他水声谢谢 包括我群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朋友 什么空空啊 脸书啊 什么猫哥啊 等等等等 阿德啊 我这边夭夭啊什么的 真的能相信名字太多太多了 我这边就不一一道谢了吧 反正 这么多一直陪伴我的兄弟们 一直都记得 那在这里也是提前祝福大家 新年快乐 当然还有千千万万个 一直支持我的朋友们 大家是一样的分量 至少在我这里 大家都是兄弟都是朋友 这个 在你们一路的扶持之下 我才有的今天嘛 我觉得做人真的是要 学会感恩吧 就说这么多 好那这期 这现在也是尽量好好打 给大家尽量打出一个好的素材 也要一血千尺 那第二把 既然输了 那第三把就要赢 好那烈魔 你给我抢刀 好那这把 我是绝对不会再心软了 好这就是一个刀都不给的节奏 他走了 那非常开心 好吧 好那好好的补刀 尽量补好每一个刀 那尽量给大家展现一个张飞强势的一面 和他第二把确实是让那五彩欺负的不要不要 真的是欺负人 但是还没办法 因为后期五彩一旦被送起来之后 你想去打他 真的只能靠一个金珠棒 因为他的这个减伤确实是太过恐怖 好那最后一秒 这个攻buck消失了 也是预判错了这个小兵的血量 好白炮中间拿了第一血 那这个是个胜利的好消息 好补好每一个刀 优势是靠前期的积累起来的 那这会连兵带问题一块 Cue大家Cue一下 Cue了三分之一的血 好非常的爽 那我这把也希望对面要 适当的坚挺一下 好这白炮三杀了 帅蛋 你这么过打 你打不过的 好可可兰 那看下路应该是还有机会了 这边关羽选的过来了 也有QW QW没事有命堆 好那我现在还没有走的意思 我这边还是选择来给这两人搞一搞 然后接着一个W选择往后走 好这边吕布过来了 那我这边一个反走位 可惜还是晚了 看到吕布已经能下路慢慢的挪过来了 但是这个挪了速度虽然有些慢 那这边关羽估计和温迪下路干掉两个人了 估计不出一败死了 那现在也是选择带出双货腕 然后带在雪兰 多带一个眼 赶紧传回线上 因为刚才线上已经明显吃亏了 现在也是到达一个四季 好的 现在给温迪一个Q 没有Q到 其实这个Q技能的范围还是非常短的 但现在关羽也在这里 这两个人也见识过他们两个的爆发了 那现在也是确实不敢贸然接近 我们等一下我们这一步打完buff之后 看看会不会选择过来志愿我们一波 但是冰该不好的 这个是一定要不好的 那再让也不能把冰让掉对吗 好 这个冰再A一下 好 把冰清掉之后 这关羽估计还不舍得走的 其实关羽和温迪一块混 其实我这个倒没有什么意见 因为毕竟他们两个混没经验 但是我现在和这温迪对干的话 虽然说我专门给他好一点 但实际上有个小盾 我这边再跟一个有小盾的AD对拼的话 我现在其实优势也并不特别明显 好 我们看一下现在这个温迪的补刀 七刀 我这边已经二十三刀了 好 吕布过来了 但是应该是有眼 不好搞 好 吕布叠三连Q充脸上了 那这个我也是 也是和队友没想到一块 其实刚才如果早点充进去的话 不这么猥琐 可能是有机会的 这个炮车不能让 但是这样的话 吕布跟我一块混线 反倒变成我们两个游戏 有猎狮 吕布 吕布大哥 你不会想约塔杀吧 他吕布疯了 好在没疯 还没有失去最后一点理智 拍一下把兵拍光 好 他这样的话 下路塔可能他们有危险 那我这边尽量多AA 好 吕布要走了 再不走要挂了 好 还是被问题敲了三下 好 不过我们家这个白袍确实不错 前期也是带起来了 应该有的节奏 现在挺怕一点的 就是说前期这么闷着打钱 大家看的没什么意思 但是确实还想去给自己打一个后期的法语 又怕对面崩 这个内心真的是无比的纠结 好了 现在到六级之后把兵清一清 虽然扛个防御buff这边也不太怕揍 好 两个互玩应该是能清一波兵的 果然 好 面对一个六级的问题 那我这边还是蓝量充足的情况下 我觉得我还 我还是不去找他麻烦了 还是自己老板把兵清好